南京长江大桥建设过程中间 经历了全面的技术封锁 肚力自主 肢力更生的方针 始终贯穿着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全过程 首先 南京桥桥子的水深和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 都超过了武汉桥 基础工程的难度非常大 施工中最大的困难是基础的水下作业 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 50米水深是空气潜水的极限 而南京桥基础沉井的水底深度 到了66米 怎么办 一方面 在海军第六研究所的协作下 研究提出了水面西洋减原法的 这么一种潜水方案 但实际上最关键的 还在于我们的潜水工人们 发扬勇于牺牲的这种奉献机身 冒着生命危险 用普通的设备 创造了世界潜水史上的奇迹 其中有96人次 深浅到了70米的水深 另外一方面 中国没有自己的桥梁缸 大桥建设者自主研发 1963年成功研发16亩桥梁缸 桥梁缸的研发成功 和深水基础技术的自主探索 为中国大规模自主建设 大型桥梁创造了条件